今天会不会觉得实在太能了 因为寒流报道 水气充足的情况之下呢 在全台各地很多的高山都降下了润雪来 像是在新竹监石巷的星光部落 从昨天半夜就开始降雪了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阿布斯来告诉我们 是的 是的主播 记者就位在了新竹监石巷的星光部落 那从画面中其实就可以看到呢 这景色气相当的美丽 就是要告诉观众朋友 新竹也下雪了 其实不只有在步道上啊 有可以看到满满的雪中的足迹 还有人哦 在雪中写下结婚周年就是要做纪念 另外还有这两只猫头鹰呢 我可以看到被雪给覆盖了 就像是呢带着白色的围巾 那其实呢 其实根据气象局这边有表示 因为气温够低 而且水气也足够 所以在监石巷这里 只要海拔有超过1500公尺以上的部落 从半夜就已经开始降雪 而且平均的积雪都有达到三公分 那虽然这里非常冷 只有三度左右而已 但是看到四周呢 都已经笼罩在银色世界中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居民 很就是希望能够找起来欣赏 今年在新竹的第一场瑞雪 主播 好 就是我们看到在新竹的尖石箱呢 也下起雪来了